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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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鵰鵰 今天是目光森林加拔刀劍的範外篇 相信大家有看過前面第十一集 折不斷的刀 當時就是我手上這把大太刀明明折斷了 但是卻會在不久之後修復成一把全新的刀 我看到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刀子達到3S級會自己修好 或者是我升等刀子也會修好 也有人說是因為帽子有附上經驗修補的關係 還有人說大太刀附魔就會變成妖刀 妖刀就自帶有經驗修補的效果 其實都不是 大太刀就算附魔也只是硬刀 後來我看了一下拔刀劍的介紹文 才發現原來我們刀子揮出去 收回來的時候如果周圍有產生粒子 就會修復一點點的耐久 有低機率是整把刀子修好 所以只能說我那次運氣很好 一直中那個低機率 那如果你是右鍵按住使用次元斬 收刀的時候也有產生粒子效果的話 回復的耐久也會比較多 有沒有就幾乎修復了一半的耐久了 這樣希望有幫大家解惑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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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